2022年女排式联赛即将开战 中国女排在24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了检员 除了王孟杰 仲慧等4名空降球员无缘出战名单外 吴孟杰 王亦凡 陈佩妍和许佳南4名集训小球员 也在最后时刻被淘汰 本次出战式联赛的16人名单为 从这16人名单来看 还是以老将为主 至于为何没有戴臣佩妍 吴孟杰 许佳南和王亦凡四名球员 蔡冰给出的解释是 另有比赛任务 读者认为 王亦凡可能会参加亚青赛 至于陈佩妍 吴孟杰和许佳南 或许是总统杯的比赛任务 当然 这一切还需等待官宣 主攻位置 李盈莹应该会占据主力 至于另一个首发名额 估计会在王云露和金业之间产生 本次式联赛是李盈莹首次以主力身份出战 将考验她的异传和进攻实力 金业和王云露的异传 将是球队能否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因素 复攻位置和二传则是全员入选 新任队长袁新月将起到带头作用 至于她的对角复攻 估计会使用王云露 这也是王云露竞争主力的关键一战 杨涵玉 刀义 郑一新等三人 则向王云露发起冲击 二传位置上 凋零与估计会主打 丁霞则是作为压相敌的存在 蔡雅倩会在一些比赛中 给予锻炼机会 接应位置上 龚翔宇依然是球队的铁打主力 新州旗下 龚翔宇的进攻任务将会加重 异传任务将会减轻 市联赛将考验她的进攻能力 妙依文是首次参加式联赛 对她的要求不能过高 希望她可以打出自己的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 龚翔宇和妙依文都是全面型接应 看来蔡斌对接应的要求还是希望全面 自由人位置 王维一和倪非凡的入选没有太大意外 相较于许佳南 这两人的比赛经验和能力 还是要略高一筹 蔡斌估计会给两人同等的上场时间 来考察两人的水平 是否满足国家队需要 希望两人可以友好的发挥 按照计划 中国女排将在25日下午启程前往广州 26日早上从广州飞往土耳其安卡拉 首周 中国女排将迎战荷兰 土耳其 意大利和泰国 球队的目标是闯入式联赛总决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